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RNUL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何非凡的戏剧人生 今天仍然是和大家讲一讲何非凡的电影作品 1958年天女散花 同剧合演的有邓碧云、梁省波、丽儿、李海泉 1958年七言卷 同剧合演方艳勋、半日安、梁省波 1958年一入侯门深似海 同剧合演方艳勋、林家声、譚善红 1958年七彩、碧海狂争、同剧演出 邓碧云、半日安、丽儿、 1958年韩商指雪夜过程关 同剧合演、邓碧云、靓翅伯、黄金爱 1958年相先拜月云、同剧合演、梁省波、麦炳荣、陈好球 1958年天河配、同剧合演、陈碧云、梁省波、鳳王女 1958年喜满人间、福满堂 饭区合演、同剧合演、陈碧云、男高杀铺、陈禹萨、前期合演、陈禹针인、江南 compliant 1958年《四彩、烏誼》、同剧合演、 También hozodaro yueng 余麗珍、梁省波、沙鳳 1959年《七彩宗无厌》 逐集 同剧有余麗珍、梁省波、沙鳳 1959年《七彩宗无厌》 第三集大结局 同剧有余麗珍、梁省波、沙鳳、黄鹤星 1959年《战国佳人》 同剧合演 林丹、梁省波、麦炳荣、靚翅伯 1960年《亡命救孤矣》 同剧合演的有 冯寶寶、梁省波、沙鳥堂、李香琴 1960年《天元考核》 同剧合演的有 新马斯墙、新马斯增、文蓝、李香盈、欧阳剑 1961年《黑夜飞头记》 同剧合演的有 《丹省波、梁省波、沙鳳堂、欧阳剑》 1962年《情雷染家沙》 同剧合演的有 《玉炳兰惠、李香琴、李香琴》 1962年《春花长好月长圆》 同剧合演的有 麦炳永 鳳凰女 笑新拳 閃劍麗 一九六二年 女俠戲金龍 同劇合演的有 于素秋 閃劍麗 半日安 一九六二年 碧玉簪 同劇合演的有 李寶瑩 靚翅伯 黄金愛 鄭君勉 一九六三年 风雨一平几 同劇合演的有 罗艷卿 陳錦棠 梁醒波 最後 我們引述一位粵劇界的 老前輩一個劇迷 一個老劇迷 提到 樊康 即是何非凡的 康口的魅力是怎樣的呢 他的魅力就是會令到 氣盆內外 都押著無聲 當他唱曲的時候 梵哥擅唱粵返中版 以及藍音等等這些曲色 唐迪生先生在一九五一年 曾經提及歌 何非凡的作風 何非凡的作風 就是瀟灑裏面 帶入一些哀傷的感覺 譬如說 情爭偷盜燒相館 簡直就是一種有血有淚的詩篇 由他的歌音融化 韻化出來最高度的靈性 而中外外帶繁曲 繁康的一些繁迷 所謂 即是何非凡的擁躉 有不少都是組織廣東東莞人的 後學唱粵曲的人 包括很多不少 譬如《生國明寧》 但凡唱粵曲都會唱粵曲 少數學用粵康的 大部份都是用其他唱法 但極少數會排斥粵粵粵和粵康 繁康的唱家和全城人 用繁康唱粵曲 也會唱其他粵曲 譬如有張保持老師 馮毅江等等 至於在1950年代 只用繁康唱粵曲 而又出過唱片的唱家 有黎民索 也有個綽號叫做小非凡 還有梁金國 梁金國的綽號叫做新非凡 另一位 對於繁康有研究的就是梁寶華教授 他曾經提及 演員會不會追求個人風格 取決於個人因素和取向 就是追求技術和藝術 建立個人風格就是個人選擇 這個選擇必須要依靠他自己個人 必須要依靠他個人感於創新 和願意創新 他引用何非凡和樂師長期合作為例 何非凡經常在午夜唱曲 來發展他的唱腔 他有一位樂師幫助他設計不同的唱腔 然後由他從中選擇 現在我們這一代沒有這樣的做法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所以根本沒有這種條件 也沒有這種背景 好 分享到這裡 好 講及何非凡他如何研究他的唱腔 原來都相當之艱苦 他亦落了相當多的功夫 才能發展到他的唱腔 好 今天講到這裡 亦都全部介紹 何非凡 亦都全部完結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 點讚 分享 好 亦都希望大家 亦都希望大家 如果有些朋友 是喜歡何非凡的 是何非凡的粉絲 亦都希望你分享這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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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希望大家分享這些片 好 下一集再見 拜拜